好 彰化市大埔路有一間鐵皮工廠 昨天深夜發生火警 火勢燃燒很猛烈 巨大爆炸聲響附近民眾真的是嚇壞 消防局多個風對日常到現場來救援 直到凌晨一點總算把火勢撲滅 其中有一名陳租人事後回到了現場 看到的場景非常無難 粗估損失至少一百萬元 農煙直竄天際大片面積陷入活害 不時伴隨巨大爆炸聲響 附近民眾深夜被吵醒嚇壞了 對啊 好像是 都是爆炸到什麼東西 消防局接獲通報 馬上派出24輛消防車 50名消防隊員趕到現場 布下水線開始救火 事情發生在12號晚上11點半 彰化市大埔路 殯儀館對面的一間鐵皮倉庫發生火警 裡頭堆放了禮儀物品 娃娃機台還有建築材料 火勢燒得一發不可收拾 應該是從那邊燒 那你從火點哪裡我還不清楚 那這是放什麼 建築材料 我們是建築材料 建築嘛對不對 不過他們是做上葬禮儀的 上葬禮儀 放一些用上葬禮儀的東西 灰拿 也有放棺木 回到事發現場 倉庫支架坍塌 裡頭全都燒成灰燼 地上還有沒燒完的金紙 停在裡面的汽車也只剩下骨架 燃燒面積大約500平方公尺 直到凌晨1點左右才撲滅 乘租人出估損失至少100萬 燃燒面積500平方公尺 沒有人員傷亡 那起火原因呢 起火原因目前火雕科 還在左手調查當中 幸好殘庫火警沒有人員傷亡 起火點與事發的原因為何 彰化消防局還要調查釐清 就林毅峰 彰化報導